当您不知道毕业后如何就业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生活中如何减压调整心态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如何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创业的时候 什么叫包容呢 就是把所有的是非恩怨都搁你肚子里消化了 什么叫毅力呢 就是当别人认为痛苦的时候 看不见光明的时候 你看见了黑暗的尽头 如果我要解决我的情绪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知 我得认知我的情绪 比方说我现在特别害怕 那么我要承认我特别害怕 作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他的目的不是要成就自己 他要成就他的伙伴 我们任何一个人 如果是觉得你很能干 你很聪明 你比周围所有的人都好 这个人一定是成功不了的 游蜜网每天力邀成功人士 与您分享有关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游蜜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冯仑现任万通地产董事长 北京助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1984年至1991年 冯仑曾在中央党校 中宣部 国家提改委 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任职 1991年他下海创建万通集团 1993年在北京组建万通地产 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 冯仑不仅成为房地产界的标志性人物 同时他还被许多人誉为是思想家 创办了个人电子杂志《风马牛》 出版了书籍《野蛮生长》 冯仑语录更是被人们广为传播 本期节目冯仑与您共同分享 朋友决定事业 怎样才能交到真正的朋友 第一要真诚 人家要坦率 你不能装 你比如说我今天硬要演伟大 是不是走路要慢 你知道伟大人不能走路太快 因为我要演一领导 装就得走得慢慢的 因为我有很多同学当领导 他们告诉我 就是说年轻干部 你首先动作搞慢一点 对吧 慢了这是成熟 走路要慢 开门要慢 说话要慢 对吧 这就叫装孙子 有时候装一下 你不装影响别人装的情绪 所以你装一下 但是就这么三五个人你还装 那你就是纯粹侮辱别人的智商 所以我觉得要成为一个朋友 最重要的是坦荡 坦荡 就我们说别装 你这一装这玩意就没法成本 就变成演了 是不是 然后你演这个 我演那个都挺累的 大家也挺忙 所以第一要坦诚 要真实 裸体不要装 第二个不能有功利目的 无所求实际上是最高境界 对吧 你无欲则刚 你无所求 当然大家就才能坦诚 朋友啊 古人讲过很多 其中当然最有一种有叫畏有 就畏惧的畏啊 有正有 有畏有 有宁有 反正是分了很多 所谓畏有呢 就是我们说的 就肝胆相肇 意志相抵 实际上我们就过去说 叫劈肝力胆 这词都说的比较大 我就觉得都可以成为朋友 跟钱不钱的呢 没太大关系 因为我们在一起 一开始也不是为了挣钱 你也不是来跟我借钱 我也不是跟你借钱 我们所以特别强调 第一是以事谋人 对吧 然后还有以人谋事 先是用一件事 在做事的过程中来观察人 叫以事谋人 就在这个过程中 看见哪些可以作为长期朋友 然后发现了这些朋友以后呢 第二阶段才以人谋事 那我只跟他一起做什么事 不要因为钱去交往 但是呢 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可以去讲 也寻求帮助 假定说 我跟王叔叔讲 我不是因为他有钱 我才去认识他 对吧 那么真正的是从精神上 从人格上 从企业管理上 去寻求这种交流 互相帮 但我真遇到困难了 我说大哥 那这种不行了 你得帮我一下 那那个时候 你也应该可以理直气壮 对吧 这东西都是互相 那当然 他比如说 有困难了 你比如说 王叔叔最初爬山的时候 也是找这些朋友 大家来帮忙 那他不花公司的钱 他当时工资比较低个人 然后就这些朋友凑钱 然后开始爬山 就交友 友谊的目的不在于金钱 但当你困难的时候 需要朋友 能够有能力来帮你的时候 你也别拒绝沾口 还有一个游戏规则 要谦虚 你发现水为什么越积越多呢 因为你滴 所有滴的东西才能吸纳出来更多的资源 我有一个经历特别好玩 我们刚发展公司以后 我就主动请教学习 有的人不见 说这哪儿的人呢 当时当然我们是极机无名了 说不见 还有一些人呢 很有意思 弄一个 足球场恨不得这么大一个会客厅 他坐那头我坐这头 然后教训我 教育我 但这个人现在公司一塌糊涂 还有一个弄个大扳桌 我们坐沙发上 他坐这边 大概隔着也有二十多米 也是教育我们 首先不尊重我们 你至少把椅子拉过来 是不是 哪有隔着二十多米谈事的 是吧 这个人呢后来坐牢了 现在已经早就退出江湖了 另外还有一个 把我们搁几个 搁一个小房间里等 等了四十多分钟 然后就跟我们说了几句话 就帮我们打发了 这个公司也破产了 实际上就有一种可能 就是说 实际上如果一个人要成功 坦诚守规矩 尊重别人 谦虚 是很多成功人的共同特点 那些人他就是说 偶然得成功了 但他不够尊重人 不够坦诚 不够谦虚 我们小人物了 被玩弄一下也就认了 但是如果他把这种态度 用来对付政府 对付合作伙伴 对付那些大事 可能恰好是他导致他 失败的原因 所以我们叫千里之地 溃于一穴 谦逊就是一穴 一定要注意 特别谦逊 所以在朋友圈子里 一样要谦逊 你不够谦逊 你总是希望教导别人 再加上你再装 基本上很快被人提出去 另外还有一点原则吧 尽量背后说好话 千万别背后说坏话 背后多说好话 当面多说坏话 这样的话是好朋友 一生中能交到多少个朋友 社会心理学家做过一个研究 大概是十三十六十这样一个数 这人对交朋友的极限 所谓十是什么呢 可以借钱的 最简单说 就你最困难的时候 去借钱还是给你钱的 超不过十 你不信你们试试 今天你们一贫如洗的时候 你去借超不过十 包括父母 而且把你亲戚朋友都算上 加起来超不过十 这些是真正是叫做最安全的底线 这是十 然后呢 时不时有联系的 一会儿这个聚会 时不时要联系 办点事 打个电话 说一下的 可能就是一周联系一次 一个月见个两三次 类似这个频率的 这就是经常的工作性的 和一些感情性的亲属 同学经常在一起的 你们仔细想 你们大学研究生毕业以后 经常这么联系的同学 其实也没多少 这是三十个以内 再往外六十个 这六十个是什么呢 就是一打电话愣一下 知道 比如说同学 十年没见了 一打电话一说 哎呦还挺好 知道 这就属于这个范围的 就敲起电话 看到这个人 一想知道 但是好久不联系 但是联系起来呢 也还能说事 这就是最淡的这个朋友了 所以加起来呢 大概百十来人 别看我这个手机里 电话号码本 有三千多人 但是呢 我发现常用的 也大概百十来人 足够 剩下那些 我时不时看了时间长 我都觉得想不起来这人了 你们自己体会啊 所以应该说朋友 这个概念 再宽泛 实际在你一生当中 超不过一百个人 你大概就在这一百个人里头串 但是这六十个人是经常换的 有的人呢 经常就不出现了 从六十个人里头再就消失了 有时候呢 偶尔又出现一下 所以这部分是流动的 前面十个呢 相对是最稳定的 这三十个呢 是中间状态比较稳定的 所以其实我想我这个 也符合这样一个规律 大概就是百十来人 是属于经常跟生活啊 工作有点关系的人 游蜜网每天力邀成功人士 与您分享有关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你需要直面的人生 第一你得有这个心理准备 就并不是说 主流价值观认为最好的这些 最后在你困难的时候 他仍然能像先前一样对你好 第二一个 你得理解 当别人不帮助你的时候 要从自己身上找人去 你比如说 你已经不是领导了 你就别怪别人 游蜜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现在社会朋友的功能是什么 第一个是情感的需要 就是保持你私人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你是个社会动物 你需要一些交流 第二个是一个安全的需要 就是你有很多人能帮你 对吧 你可以为别人两肋插刀 别人也为你两肋插刀 人生走到哪 它有一种安全 这种安全一个是实际办事 还有一个我们叫价值肯定 你比如说王石 我们有十多年了 真的是非常好 我做纽约中国中心 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开始他不大理解 说为什么要做这个 但是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又说必须做 一定要做成 这种东西最后就变成了一个 精神上的一个支持力量 你比如我们请泰达 来做万通的战略投资人 当我想不明白的时候 我就问问他 他说必须的 这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结果我们的确做下来 这几年是合作得非常好 逐步就变成了朋友 另外比如说我就是抽烟 对吧 我这些朋友都吹捧我 说抽烟牛 是男人成熟的一个表现 你看这是个价值观上的一个判断 也给我一点安全的一个感觉 第三一种就更宽泛的一些朋友 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是吃喝 偶尔换个名片 对外吹牛 说这都是我朋友 这一类实际上是功利的需要 就完全就是跟社会的功利目的 有很大的关系 只是拉近关系的一种说法 彼此都会有一些利益上的交集 跟工作有关的 可以认为是彼此都需要 也不能单说人家需要你 对吧 你也在需要别人 所以这样的朋友呢 我觉得只要在一定的轨道上运行 不撞车 不翻车 也不会有大问题 一个人在不同人阶段 你不同的朋友跟你的关系呢 其实是不一样的 因为王石我们十多年来 一直是就是我们叫做未有 道义相敌 那这种朋友呢 他比较少 那么还有一些呢 就阶段性关系也挺好 但是在你困难的时候 他不能像先前一样对你好 讲个故事 我要在一个单位呢负责 我还在机关里的时候 然后配了个车 有个司机 当然司机那个时候 大家也都算朋友了 经常打交道啊 开始挺热情 后来我落魄了 有时候习惯 还坐那个车 他开始就不太高兴 我以为他家出事 结果拉到一个政府门口 把我赶下车了 说你已经不是领导了 应该从这下 我就从这下了 下了以后 我坐四毛钱的中巴 回到宿舍 然后过了些日子 我们发股票 他又来了 他要来买便宜股票 我当时就很错火 我又想抽他 但我想最后还给他了 后来我想他有道理 他一个打工的 对吧 他巴结领导是他的天职 你不是领导了 你非让人巴结 是你不对 是吧 我们得体谅别人 是吧 你得体谅 作为一个群众 巴结领导之不容易 对吧 你已经不是领导了 他还天天拉着你 那别的领导怎么看 而且巴结一个不是领导的人 有什么价值呢 所以作为一个基本的群众 我后来就理解了 另外同样也是这样子 我因为八九年遇到一些变故 要借几百块钱 借不到 两三百块钱借不到 什么人借给我钱呢 凡是大家世俗观念认为的坏人 最后借给我钱 好人都不借给我钱 坏人就是说 领导看不上眼的 说不正经上班的 在外面坑门拐骗的 所谓这些 对吧 扮着什么皮包公司 在外面折腾的 当时在政府啊 机关里这些都是坏人 经常有举报信的 结果借给我这个钱 是个什么人呢 也有人举报他 我就当时也要处理他 结果还没来得及处理 我自己也over了 不行了 然后呢 另外还有一个人 是非常规范的好人 也是朋友了 是我把他招到单位了 什么都弄挺好 最后我去跟他借钱 他不借 为什么呢 他说 意思说我政治上 已经完全没戏了 他不借 没办法 那天正好碰上 这个所谓的坏人 我说你帮个忙行吗 他说什么事 我说给你借三百块钱 他说行 你明天到我这来一趟 我第二天就到那 然后我说我还打个条 我就打了个条 借了三百块钱 然后呢坐着火车 从海南回到北京 最有意思是借我三百块钱 后来我们慢慢坐万通 起来了 有一天我出来 打出租车 站电压杆子底下 我一看我说 胳膊也在这呢 他说你现在怎么样 我说还行吧 就在后边的 他说哎呦 我觉得你估计能坐起来 我说那我什么时候 我钱还你 他说我不要 他说你千万别还 我等你再发达一点 你到时候再还我 那个时候我就拿你这个借条 我走哪都可以找你 这人挺有意思的 这人学导演的 实际上我就说 你需要直面的人生 第一你得有这个心理准备 就并不是说 主流价值观认为 最好的这些人 最后在你困难的时候 他仍然能像先前一样 对你好 第二个你得理解 当别人不帮助你的时候 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你比如说你已经不是领导了 你就别怪别人 对吧 所以有很多领导干部一推 就说人走茶凉 确实你已经走了 你飞上茶热的干什么 因为后面又来人了 人家得七心茶 但是我不八戒 让他茶凉 不等于不尊重 对吧 你如果回到这来的时候 我再临时给你七杯茶 但我不会一直把茶热成 这样我觉得互相理解 这个社会在人生的低谷时候 你才能活下去 大家才能找到各自的生存的道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大学